中越双方都承认的陆地边界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,当年,越南在抗美战争结束,实现国家一统后竟搞起了抵制霸权主义,将曾经历助其获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中国,是座阻碍其扩张被严重丁肉中刺,不断在中越边界寻现姿势。 中国在对越警告多次都不见七周年后,无奈发起了自卫反击战,越南女孩众所周知,有战争的地方,自然就会有流血和牺牲。 中国军队在十年对越战争中伤亡人数高达五万人,虽然战场上尽是残酷,但往往也会夹杂着极为戏剧化的事情,当初就有两名越南女兵俘虏了我国的某个后期男兵, 最终三个人在深山老林中,共同生活了十三年之久,越军视角的越诈说句实在话,越南军队作战可谓是无所不用积极, 大量穿着暴露收手很辣的越军女兵在战场上,屡屡利用我军的仁慈来获取最终的胜利。 在某次作战中,由于后勤兵人员紧缺,其他地方的士兵又都调击不了,所以只能招募缺乏训练的民兵。 在连当后勤部队,几乎临时战惊艳的民兵配上简陋的武器,在越南女兵面前根本就没啥反抗能力。 越战当越南女兵偷袭民兵营地时,有一个叫黄盖宗的后勤士兵,被打晕了过去, 为了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,只是已经在深山中,身旁的两个越南女兵告诉他,他们厌倦了打仗,作为俘虏的黄盖宗,必须要和他们共同一致在山中生活。 本就有家,是的黄盖宗自然是不可同意,只想谁会和杀人不眨眼,大恶魔带在一起呢,越战,但这个越南女兵太过厉害,黄盖宗每次逃跑,都会被抓回去。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在山里过了十三个年头,直到后来,心里思念着亲人和祖国的黄盖宗,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土著民众, 在他们的帮助下,于1991年9月,历经三天三夜,才逃出了茫茫无忌的原始森林,重返祖国领土,越军视角的越战后来,黄盖宗在边境贸易点上开了一家小店,当上了小老板, 许多人替他介绍对象,想让他游个家,但他却都拒绝了,黄盖宗说,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感到内疚,战争,会给双方的老百姓,都带来了无尽的伤害。 十几年来,那两位越南女兵,也并没有像在战场上那样冷血,也有着普通女子的容行似水,或许真正该挂的是战争吧。 大约 小就 大约